也可以在这个事情去做 至于怎么做呢 它是因为我在第二本书的时候 出第二本的时候 我就进行了网上预购 我在进行网上预购的结果 我发现 我网上预购的量 就几乎等同于 它书展跟书局 做了这么大是活动当中的20% 不是100% 可是预购的量就有20% 我再计算一下 如果我在预购 就可以拿到20%的话 而且我那时候没有权利 去推那个预购 我如果权利推预购 我在想方设法 把预购量再往上推 我很有可能通过预购 就有办法拿回我 给我刷成的 当时我的计算方式是这样子 于是我决定 好吧 有点尝试 这次赴道前回到我身上 可是我的重点 还是为电台造势 品牌经营 于是 既然是为电台造势 品牌经营 我要的同样是 是 我要别人听到这本书 我要别人看到这本书 我当然希望别人买这本书 我更希望 看了这本书之后喜欢这本书 但是我当然是很希望 可是那个量 是不是重点 我就发现 陈锋出的书 他跟我 他在我一年之后出书 那也是我跟他拉的线 不过那不是重点 因为谁都想帮他出书的 出书的书 他第一本买了接近一万本 我第一本书 卖了一千五百本 超好远的 对 超好远的 可是大家的品牌 大家的印象是什么 不要连个折锋都出书啊 我不需要买一万本 就可以做到品牌了 对吧 如果我的目标是品牌 我不需要一万本的销量 我只需要让你知道我出书了 而且我出的书是什么东西 口碑出去了 口碑更重要 我发现一点就是 陈锋的书 这样子讲不动就得罪了 陈锋的书虽然帮你一万本 但我在想听到有的时候 陈锋帮的书不太有本吧 但我的书虽然帮你一千五百本 至少我知道的 看了我的书的朋友 我希望能够有第二本 所以他所制造的那个效果 其实那就回到书里面的内容 和导向和质感 所以那都是一个品牌的经营 品牌是不是一定要用试去打造出来 原来也不完全试 所以我在考虑的这一些时候 我想好吗 也许我可以自资出版 怎么样自资 钱哪里来 出版的资源所需 这里有做出版的人文 出版的资源所需 其实你无论出版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想到自资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的当然是作品 对不对 作品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是自资出版自己的作品 那当然是从自己来的 它是靠什么呢 如果你是写书的话 靠我的力量 我自己 靠人力 你不需要考虑 我是不是要附这一个作品 写作品 创造这个作品的人 一个版本 因为那是我 我们是想自资作为一个出版人 可是当中还有其他的部分 于是你就要开始在想 这些部分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完成 一本书要推出来 我除了有文字之外 文字我写得出来 接下来 设计 那书要长什么样子 里面的拍板 这一些 那 如果 我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是不会的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设计师 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于是 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有财力才能做 因为我要付钱给设计师 这很自然的 但如果我自己会做的话 那我就自己做 自己设计 那就可以省回所有的财力 再来就是成品密刷 当然这个时候 当有音乐的时候 就更复杂一些 编曲 制作 这一类的东西 录音室 那如果我是自己 有自己的录音室的 我都不需要靠财力 那如果我不是的话 那我当然 就必须要靠财力 那 同样的 书本也是一样 到最后有一关卡 你是完全 闭不掉的是成品印刷 一定要拿钱出来 因为 即使你自己是印刷商 我从前是 即使你自己是印刷商 只你要钱买啊 而且印刷商买只能是给cash 是要给现金的 所以那一方面也是 然后装钉啊 各方面 所以本身成品印刷 不用想一定是财力 那一边的钱 一定要涨到 其他部分 你可以硬着头皮 自己去把它完成 发行宣传 也是一样 到最后 你这个东西出去了之后 成品出来了 你要怎么样 把它推出市场 你可以通过人力 自己想办法 我的自资方式到最后 都是自己想办法给效果提示 可是你也当然可以通过 把这个书给发行商 这样由发行商去转发到书局 或者是其他的店里面 可是那一些什么 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你就必须让他们抽涌啊 对吧 大众数据现在抽涌50% 也就是说20块钱的书 10块钱的去他们那边的 除了10块钱去他那边 还有中间商中间商的那个抽涌 来一个10到10亿发行 所以你自己在通过发行商 去做的 去买这本书 如果是20块的话 你自己拿回的 是不超过10块钱 你这个只拿回7到8块钱 所以大多数都许的那边 那另外当然还有宣传 你怎么让人家知道这本书 那宣传可以用一个方式 你可以好像终结型一样 将整条街的电灯柱都买下 然后印上自己的海报 贴上去 好多钱 对吧 你可以这样 那也可以就通过FB 或者通过电子书去宣传 你当然也可以到电台去 书局又或者是参与书展 那你未来的选择 你要买还是要人家 自资嘛 自资我们当然就尽量省钱 可是也不表示我们不能够花钱 我做了什么 好 我当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这三个project来做一个例子 我当时怎么样完成它们 第一个project 作品是所谓靠人力 词曲创作都是自己的朋友 可以报告我自己 画那些 现在看起来很用适的这些 小图画是我自己画 排版设计我自己 我自己做 因为我当时就在做一件事 其实全部都是我自己能够做 所以那全都靠人力 谁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但是专辑CD音乐的部分 就是作品设计 你看我也是靠所谓的人力 因为当时我们认识了圈内的一些好朋友 那每一个人都愿意出一份力 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事情 至于怎么样说服它们 就在下面 成品印刷没办法 都要出财力 我即使是自己是印刷商 我还是要出钱 另外就是发行 发行的这一方面我第一章呢 就是跟Pobler合作 那我授权给他 当时候还没有到50 那是11年前应该是35% 他抽了35% 现在是抽50% 如果你是个新骨头的话 那就一直在越来越高就是了 那时候就让他抽 所以我说用财力去进行发行 那何云丽的那一张专辑就不是 那一张专辑我们是通过网上收 那虽然是2006年的事情 网上收买还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popular 没有那么普及 但是我们当时候就有60T的那个网站 那个网站里面是一个论坛 那我们直接就找一个朋友帮忙 用有购的方式 直接在那边发现多少钱 什么时候 那时候要e-banking的东西都不方便 有人寄支票 有人寄one post 也有人莫名其妙寄现金很危险的 可是还是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那然后用这样子的邮寄的方式卖了 结果我卖了一千张 一千张是卖完的那时候 然后我的书发行靠人力 靠我自己 这一次我发这本书 没有进书局 很多听众会问 你为什么不进书局 我进书局卖了一千五百本 如果我通过网上卖 也能够卖到五百六百本 我觉得就足够了 根据我的计算 我只需要卖六百本 我就能够回本 我就能够回什么 回我的财力本 因为我其他的部分都可以完成 我唯一需要钱的部分就是印刷 那我只要计算到 某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是足以足以让我 cover回 就是拿回我的印刷成本的话 我的东西就可以跑 另外一点就是 我的目的是什么 导师品牌 并不是销量 所以你有必要去跟人家斗销量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要推出 所以到最后宣传 爱你以后这一个所谓的 这个东西 我刚才就说我们到书局区 我们也有跟cafe 也就是当时候很流行的名歌餐厅 合作 将这个东西跟他们做 甚至跟他们谈谈说 好你们设计一个情人餐 那情人餐点当中 然后挖了我们的这一个颗 那价钱就包在内 那当然就因此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我们可以给他的利益 去换取一个交易 所以我说那是财力 可是这个东西也当然是很说人卖的 很说人情 因为他们愿意合作 你才能够做 一定程度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刺激他们的销量 其实他们即使不卖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他也还是可以推出其他一些套餐 你不会因为说 这一家有CD那一家没有 叫我对去有CD那一家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要给的钱更多 但是这一家有CD那一家没有 它的CD好像只有这一段就是这份哦 然后有编号到那个独特性就存在 所以名歌餐厅乐意配合一方面 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独特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面子 我认识一些朋友 所以我说财力跟仁力 我们给他一个利益 那谁这个东西就刚刚说了 其实当时候我们就这样 宣传我们并没有花很多钱 我们并没有印特别的海报 是一张海报都没有 但是当时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将这个东西设计为 一张到最后是可以打开的东西 所以它的包装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很多人拿到这个东西 不知道CD在哪里 CD在什么地方 CD在哪里 CD其实在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当时没有人在做 因为当时每一张CD都是那些格子 很少用纸包装 我们制造话题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制造话题 我们用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也是因为我要省财力资金 我要省工 因为当时我做印刷 我很清楚知道呢 印刷这件事情 如果我可以将人工省得越少 就是越节省 我的印刷成本会越低 所以这其实是一张大纸 然后再在它里面起来 它只印了两面 只一张大纸印了两面 可是拿起来的感觉 可是有质感 而且CD隐藏在里面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小本子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制造话题 去做宣传 但我们只需要卖一千张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说 所谓的整个马来西亚乐坛 都在谈论的这张章节的话题 没有 不过买到美金的人会讲 因为买到专辑的人开始讲 开始讨论 所以在网上可能会讲一讲 跟朋友讲一讲 于是引起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好奇 于是觉得 词哥也不错 很好听买 这跟这一张的那个效果是一样 当我卖大包卖成里面 因为我的说法是 做一张图 这个图里面我说 内容有 迷你专辑 和CD 因为当中 那个专辑 除了有CD之外 有歌之外 还有Screensaver OK 迷你专辑 和CD 笔记 笔记短文书 明信片 书签 理卡 情人年利卡 还有这个是什么 特惠折扣券 这样子开起来 所以当时我来找了一家商家 给一个percentage的特惠折扣券 当然现在不能用了啦 还是商家也套了 可是当时就这样子 你听起来 它就是一个 很多东西 那它很直接的就变成一个 因为你卖大包 所以大家会帮你宣传 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再想一句一些 宣传 我们都紧张用这一方面去做 至于我的书 宣传 当然就通过我们方便 最方便的平台 我的FB和我的电台 但是FB这回事 你要有技巧性的去宣传 等一下再讲一个东西 但 这个东西 我怎么样拿资金 我还是要资金 我要陈平印刷的资金 我要发行的资金 因为我给它抽油 我要宣传的资金 但大多数都是陈平印刷这一点 这两个project 我是用分红募款 募资的方式 那一个我是用 预购募资的方式 这个东西是我在今天 为了要准备今天的讲座 今天一份小会 坐下来 努力思考说 我要怎么样 将这个东西给争先出来 我才有这个所谓的 分红募资的这个名字出来 然后才发现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还蛮聪明的 我帮你上帖金 所谓分红募资的方式就是 以出力的伙伴 原来的专业费用作为标准 计算成整体投资成本的比例 然后在产品推出之后 就是卖了之后呢 扣除必需缴付的费用 依据有关比例 将盈利均分给所有伙伴 文字写出来 直接踢爽 其实是这样子的 刚才我说 这一张专业里面 我们还有录影师费用 还有制作费用 编曲费 好 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还有编曲 还有版权 还有这一方面的费用 每个人都是还有专业费用 还有设计费 当然我自己的设计费 虽然是我自己在做设计 那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你用你的朋友的关系 还有你东西如果里面是会强的话 你说服他们做合作 但是我永远抱持那个里面就是 我不能够让每一个人 任何人白白付出 我做的任何计划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通常跟我合作伙伴谈的方式 第一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到 你一样做的东西 你在这一个产品当中 可以得到你的满足感 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 唱歌的人 潘建佳和罗浩 他们是第一次唱流行乐曲 潘建佳那个时候 是在音乐学员里面学音乐 然后我们是去一个牛的餐厅 在学找歌手的时候 意外碰上他 然后觉得说声音很好 不是找他 然后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他说他也想做制作的东西 于是当中我们就跟他说 好 那就叫你去编曲吧 于是他也有编曲 潘建佳现在目前是马来西亚 其中一位相当高知名度的 和音歌手 编曲人 制作人 他用他自己的歌 现在我们还是跟他合作 只是在做透过唱的事情 不是跟他在合作 那个时候呢 这张专辑里面 合作的人到现在都还在合作 还有录音师 毕丽奥黄士 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合作下来的 但是重点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 他们都希望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 可是普遇没有机会 那我们就完成了那件事情 好 我们有四首歌 你没有做过编曲 我们把其中一首交给你去做编曲 你怎么做的无所谓 所以就做到一个你觉得开心的部分 可以开心的位置就好了 当然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素质 除非他很烂 他很烂 然后就这样 OK 可是那个时候的讲法是 可是 你做编曲不可以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没有钱给哦 因为我们所有钱都要给 于是你的所谓的专业费用 本来是多少 如果编你所谓的专业费用是两千 随便吧 两千 那我们记录下来 那是两千 我们计算一个比例 每一个为这一张专辑 或者是这一本书 付出的人 这本书付出的人 你的专业费用 我们都记录下来 并且统计成一个比例 好像这里说 作者的专业劳费 我写了嘛 如果说一整本书 五千块钱 还把伙伴的